綠色債券又回歸了 消息指香港政府最快今年9月 就會發行新一批綠債和銀色債券 兩款債券都設有保證息率 即是和通脹掛鉤的保底息 接印零風險 而上一批綠債和銀債的保證息率 更高達4.75厘和5厘 所以市場稱之為政府的另類派堂 應購綠債只需要年滿18歲 和持有香港身份證 而應購銀債就需要年滿60歲 當然,拿資金出來買債券 並且持有一段時間 是會牽涉到時間和其他機會成本的 所以我會為大家整合有關兩款債券的 應購攻略、風險、應購優惠 和過去的派息結果等等 加上比較修飾一族最愛的定期 和高息股回報 大家可以再決定是否要申請應購 今天就先說年齡門檻比較低 而且設有二手市場的綠債 政府過去兩年其實都有發行綠債的 據二四、二五年度的財政預算案公佈 香港政府計劃發債一千二百億 其中二百億就是綠色債券和基礎建設債券 雖然現在出片的時間 暫時未有最新一批綠債的發行詳情 但相信無論入場費、申請、分配和派息方法 都不會和過去相差太遠 上兩年發行的綠債每首入場費是一萬元 債券年期是三年 每六個月派一次息 如果持有到期,總共可以收息六次 綠債會採用循環派發的機制 例如二、三年綠債的目標發行金額是一百五十億 並且按認購的情況加碼去到最多二百億 即是如果申請總金額低過一百五十億的話 每個合資格的申請者都可以獲派一手 如果那年綠債比較受歡迎 申請總額高過一百五十億 而又少過發行上限二百億的話 就會全額滿足所有合資格申請 剩下的債券數量就會再一次派發 如果不夠派的話就會以抽籤的形式配發 申請認購的數量不切上限 但記得每個人只可以遞交申請一次 好了,到底大家抽不抽綠債好呢? 其實綠債和定期存款很相似 但可以鎖定更長時期的高利率回報 大家都知道自從減息週期越來越近 定期的年利率也越減越少 所以如果今批綠債同樣有最低年利率4.75 回報絕對可以跑贏定存 每首綠債可以每年收到最少四百七十五元的利息 三年就可以收到一千四百二十五元的利息 如果有看過我每月做的定期存款懶人包 就會發現其實現在的定期年利率都很難高過四 一開始已經說過了 綠債和股票一樣可以在二手市場買賣 亦都可以在上市日前設有暗盤 所以除了拿到到期之外 第二個選擇就是短期內將綠債賣出 那就有機會賺息又賺價 回報更加達到七里以上 因為政府過往發行的I bond和綠債 經中央結算在中途買出的話 仍然可以按比例收取一定的利息 根據往績 去年發行的綠債G273為例 截至8月26日收市價是103.55 意味著每首賺價3.55% 在4月10日收到第一期利息238.15 和按比例收的第二期利息179.59 這個數字可以上港交所的網頁查到 累計收息是417.74 債價和債息總共賺772.74 回報率高達7.72% 不過同債不同命 首批在2022年發行 保證息率只有2.5厘的綠債4252 首日就跌破了發行價 期效更加長期低於發行價100元 截至8月26日收市價仍然是99.2 令到想快閃賺價的投資者失望 長期潛水的原因可能是因為發行的當時 處於美國加息週期 令到美國長債息率一直超過3厘 變相2.5厘的保證息率就不是太吸引了 但算回收息其實都沒有虧錢的 同樣在8月26日沽出 由2022年11月首次派息到現在 一手累計收息566.43 足以抵消債價的虧損 而持有這批陸債到明年5月到期 政府就會退回每首1萬元的本金 那就連債價都不用虧了 比較股票市場上面 我選了幾隻收息一族最喜歡的收息股 以2023年6債上市日10月11日開市價 去到今年8月26日收市價去計 中國海洋石油883收息連股價回報最高 去到57% 散戶最外的中移動941回報也有19% 不過即使恒生銀行11已經多次派息 股價下跌之下回報只有2.8% 而收租股港鐵66更加要蝕5.6% 數字上的分析就到此 你又覺得值不值得抽6債呢? 我覺得在這麼低的風險之下 有7%的回報其實算不錯 至少可以抗通脹 好適合追求穩定回報 風險承受能力比較低的投資者 那要拿多少資金出來抽比較好呢? 減息周期快來 我猜保底息都很難高過4.75% 但是大家都明白 港股未有明顯增長空間的情況之下 相信陸債仍然有一定的吸引力 估計市場的反應都會相當熱烈的 我認為可以預留資金抽最少5手 反正不少的銀行和證券行股票戶口 都會推出13年的優惠 最基本就是免認購手續費之餘 還會免一些融資利率 到期的屬回費 全倉費 買入賣出佣金等等 有興趣想了解多一些這些平台 或者是怎樣申請認購的話 就留言給我知 讓我再逐一期詳細教學 還要記得Like和訂閱我們的頻道 給動力我們繼續更新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鐘 請訂閱我的頻道 訂閱我的頻道 請訂閱我的頻道